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在我出嫁时,我父亲居然只给了我一张纸,虽然家里有点穷,条件不好,但是也不至于只给我一张纸吧。 心寒的我拿到纸后,随手就放在了箱子里,一直压在箱底也没看见,但后来拿出来的那一刻,我才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直接将这张纸扔掉。 那年我准备离婚时,清理东西时看到了那张纸,回想起当初结婚时对家里的怨恨,再想到如今的处境,我不禁打开一看,谁知道因为这张纸,离婚后的我一年挣了几十万。 跟陈格做夫妻三年,三年来小吵不断,大吵翻天,烦不甚烦。 可即便日子已经那么难过,我也从没想过要离婚,因为她可是我当初拼了命也要嫁的人。 不过压垮我心中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是,陈格居然有了别的女人。 为了解脱,我决定离婚,陈格也欣然同意。 准备离婚的前一晚,我收拾行李时,意外发现父亲在我出嫁时留给我的那张纸。 父亲已经过世,这大概是他留给我为数不多的念想。 纸用蜡疯着,我当时瞧着平平无奇,也不甚在意。 可现在,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,里面仿佛藏着父亲的秘密。 于是我想拆开来,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 刚打开一个角,屋外传来敲门声,只是客套了下,随后便有人悄无声息地走进来。 是陈格。 我下意识地就把指往身后藏,望着门边,心脏仿佛要跳到嗓子眼里。 陈格冷着一张脸,察觉到我的不对劲。 眼尾眯起来问道,你身后藏了什么? 怎么疑神疑鬼的? 我大脑一片空白,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能一个劲地摇头,同时希望陈格不要再问下去,适可而止。 毕竟这张纸是父亲留给我的,我并不希望他看到,可他没有。 我看见陈格一步一步向我走来,眼里泛着类似金属的冷光,折射在我背后。 就在他要走到我后面发现那张纸时,我集中生智,一下子坐在后面的床板上,顺便把那张纸也坐下去,逃过了这一劫。 虽然说陈格感觉有些奇怪,可毕竟都要离婚了,陈格也没打算再去关心我什么,他也没有管我身后,而是开始帮我收拾行李。 吴氏献殷勤,飞奸即盗。 我坐怀不安,趁着他转身扣箱子那一刻,悄悄挪动,我把纸小心翼翼地抽出来。 但是谁曾想,墙壁放置的立体镜,完完整整地把我这一行为毫不保留地呈现在陈格面前。 他低头时,透过镜面看到我的一举一动,连忙转过头来。 房间里突然陷入死一般的沉默,片刻后,我听见陈格说,拿来。 我感觉大脑湿血,坐在那一动不动,陈格见我没反应,粗鲁地把箱子踢到一边,大步走到我面前,伸手就要拿走我手里的纸。 叮铃铃,这时候,陈格的电话来了。 陈格看了眼电话,踢脚往外走,我长舒了一口气,猜想来电话的那个人,应该是陈格的女人。 只有他,陈格才不会在意到我。 这个时候,我很感谢那个女人,趁他离开的片刻,赶紧拆开纸,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 当我看清楚里面的内容时,惊讶地捂住嘴,眼里藏着不可置信,同时一股难言的情绪涌上来。 偏偏这个时候,陈格打完电话,转头看见那张纸,瞳孔猛地放大。 猜得没错,在我看完那张纸后,陈格一把夺过那张纸。 看完后没说什么,转头闷闷地走出了房间,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不知所措,声音里还带点震撼。 我父亲辛苦一生,落下疾病无数,一生不争不抢,踏实做人。 所以对我的期望也不高,只求我能健健康康,平安幸福过完这一生。 因此,他在纸上写的话也是这般体现的。 孩子,当年你一味要嫁给他,我看得通透,却又不能说。 只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里自己能看明白,不要一头扎进去。 另外,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,靠自己双手赚钱,踏实,千万别学人家那些偷鸡摸狗的事。 我坐在冰凉的地板砖上,久久回不过神来。 和陈格结婚之后,我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,一心地照顾他。 后来他的生意渐渐走上正轨,我们也从当初的小房子搬进了如今的大别墅。 可是早就和社会脱轨的我,已经被柴米油盐熬成了黄脸婆,于是他出轨了。 想到这些遭遇,再联想到父亲的话,我坚定了自己要重新生活的决心。 第二天,我和陈格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。 而当时那本离婚证踏踏实实地躺在我手里时,我总算安心了。 后来,我和以前很少联系的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店,朋友资本不错。 我们两个互搭,白天拉客户,晚上省着钱吃泡面。 日子虽然匆忙,但却很充实,也很快乐。 就像父亲说的那样,靠自己的双手挣钱,去争取幸福,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 我想,父亲泉下有知,应该会为我感到骄傲吧。 果然天不负有心人,一年过后,在经过我和朋友的努力下,成功拉到了一个大客户,因此也挣了不少钱。 改善了店面,改善了生活,空空如也的存款,也多了几十万。 陈格在这途中来过几次,说他知道错了,恳求和我复婚,态度谦和,看样子不像曾经那个咄咄逼人的陈格。 可我知道,披着羊皮的狼终究是狼,他死性不改,家产被小三败完,如今只不过想在我这里寻求富贵罢了,这点冲他锋利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得出来。 更何况,经过一年的时间,我对他的感情早就摸没了,剩下的,大概也只是属于陌生人吧。 他在经过几次碰壁之后,也明白过来,不再纠缠我。 至于他以后是什么样,我不得而知,因为我已经找到我自己的幸福,也就是和我一起开店的那个朋友。 他人很好,最重要的是,他对我很好,从春夏秋冬都有他的陪伴,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生活,一起赚钱,把日子过得平淡如水,可生活确实如此。 偶尔的一点小惊喜,大概就是节假日的狂欢。 又过了半年,我们决定从恋爱关系变成婚姻关系。 相比于上一次的冲动,这一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 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和酸甜苦辣咸的匹配,我们能当得起。 再后来,我生下一儿一女,真好。 儿子像他,女儿像我,他对我更加好了。 家里的活基本上都是他来做,我倒成了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人。 他说,生活有你真好,其实我也是。 听朋友说,陈哥兜兜转转这么多年,依然没有结婚,大概是对方嫌他那臭脾气吧。 我看着身边人,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,生活中能遇见一个合称的人,很难。 不过还好,我遇到了。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。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和志恒相约,每天不见不散,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幸福。 立即会订阅,和志恒相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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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